哦 你喜欢 谁喊了我也是 开心有老婆了 不是 我知道了 你喜欢那种男人 被称为拼命三娘的杨幂 如今已经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话题携带者 杨幂和刘凯威结婚的时候 能轰轰烈烈 本以为两个人可以一直幸福走下去 没想到刘凯威夜光剧本事件发生后 两个人的关系跌至了冰点 虽说在此之前也有传闻 杨幂和刘凯威感情不和 不过也都是一些猜测 这件事发生以后没多久 杨幂就和刘凯威宣布了离婚 着实让人唏嘘啊 其实在和刘凯威恋爱之前呢 杨幂也传出了好几段绯闻 和胡歌也被传相恋过 杨幂跟胡歌是在2005年 拍《聊斋之孽小倩》的时候让时的 随后呢又合作了《仙剑三》 据说杨幂和胡歌就是因为 拍摄电视剧《仙剑时》相恋的 可惜好景不长 最后杨幂和胡歌交往快三年的时光 就此成了回忆 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着对方 彼此不忘对方 前段时间和李一峰的绯闻 被传得可谓是家喻户晓 其实这已经不算是最近的事情了 早在杨幂与李一峰 一起拍摄《古镜奇谈》 炮然心动的时候 就传出他们两个人的绯闻 当时呢也传出杨幂与刘凯威 婚变的消息 闹得沸沸扬扬 李一峰曾在影片的发布会上说到 密解从发尖到脚趾啊 都十分吸引我 两个人的绯闻呢 也是随着不断爆出 但其实在访谈节目上 杨幂也回应过 和李一峰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甚至把他当成好姐妹了 毕竟已成往事 近日有网友扒出 其实杨幂最爱的男人 并不是李一峰 也不是前夫刘凯威 也不是胡歌 而是他从小到大的男神谢霆锋 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很稳的那种 然后而且他很爱他老婆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如果能够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我觉得是一个女人 一生中就是算是比较最幸福的 听到这个消息啊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呢 这跟谢霆锋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杨幂早在上学的时候 就把谢霆锋当成自己的偶像 更是直言自己一直喜欢他 如今杨幂的人气直逼谢霆锋 两个人也有过多次接触 能和自己的偶像近距离相处 更是在采访的时候 杨幂就直接谈到我本命谢霆锋 谢霆锋 我本命谢霆锋 你很懂这个词诶 就是我问杨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直接就开始造成 在很多采访和综艺里呢 更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相信能够让杨幂那么喜欢的 就只有谢霆锋了 在刘凯威和李一峰面前 杨幂都不会出现这一幕 看来杨幂最爱的 还是记得偶像谢霆锋啊 不过杨幂来晚了一步 现在谢霆锋已经和王菲走到了一起 小兵也希望杨幂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呀